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们就提到了针对于你收集收集做的工作取证方法对不对 包括你的分析包括整个这个全过程有印象吗 就提到了什么要形成记录于工作底稿 所以等于说你的工作做的如何工作做了哪些 其实按道理讲我们都要进入到工作底稿的一个记录工作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点啊 你想想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说了审计是讲求证据的 审计讲求证据 那么你的证据怎么获得的取证方法 那拿到证据挑选了 就必然要像咱们像上课一样记笔记整理记录 对不对 所以这都要依靠工作底稿 所以你讲求证据证据在哪 证据记录在哪 证据就记录在工作底稿 所以很有必要学习第三节审计工作底稿 那我们来看一下审计工作底稿 第一个含义和作用 这个是作为背景知识来进行介绍的 第二个呢 工作底稿的分类 它都有哪些具体种类 而更加关注的是 工作底稿在审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是你得去编 编制要求 还有它的构成要素 看到了吗 它的编制要求和构成要素 所以说 针对于工作底稿 它呢 也是在考场上 必然会考上至少一道题 必然至少一道题 所以说呢 它有可能是围绕要素编制要求 也有可能是这种说法 而且再者 就算工作底稿 它不会去直接考 你要知道 它肯定在工作中离不开工作底稿吗 对不对 审计工作底稿 那肯定是要有的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先来认识一下吧 所有你发现的这种审计的专业名词 都得先看它的含义 什么叫做工作底稿 那工作底稿指的是审计人员 在实施审计过程当中 所形成的 与审计事项有关的工作记录 所以相对于我们的初学者 小白同学来说 孙老师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审计工作底稿 就相当于大家去记的笔记是一样的 你上课不记笔记吗 所以工作底稿 相当于你在学习过程中 你针对于整个学习的过程 你做了什么 爱做的一些相关的记录 所以审计人员 你在整个审计过程中 有哪些取证方法 询问观察检查重新计算 咱们前面刚才提到过的 还有呢 你做的这些方法 拿到了什么证据 证据怎么筛选的 证据怎么分析的 证据怎么决策的 然后最后怎么形成结论的 这些都要记录到工作底稿当中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工作底稿 它是有这样一个记录 而且工作底稿一会儿要讲 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它要去干嘛 真实完整的反应 您到底这全过程怎么做的 它就真的是特别像咱们上课一样 哎呀你要自始终的记笔记 对工作底稿 你要自始终的记工作底稿 这样的话呢 从我们的这个接不接呀 到怎么做呀 到最后的结论 都要记录在底稿当中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记录与结论 与查出的问题 有关的所有事项 包括像我们的这些专业判断 以及它的相关的依据 所以就是要全过程形成记录 你再做提论就当成咱们记笔记嘛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呢 工作底稿也是审计人员 进行审计工作的重要工具 所以我说了上课记笔记 是你们学习的重要工具 对不对 利用好笔记 其实笔记呢 我想说的是不用去抄 不用去抄 很多人是打印我的这个讲义 然后勾勾画画 像我一样 这就挺好的呀 对不对 所以没有必要去抄 要不然效率会很低 所以大家其实也要讲求一下 学习的效率 是不是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 工作底稿的作用 工作底稿的作用呢 其实结合着刚才我们介绍 工作底稿的含义 你可以一起来理解 而这个作用呢 刚才我也给它标的是一颗星 很少会去直接考核 那你看一下 工作底稿的编制 编写 它呢 为我们的报告发表意见 做出我们的决定 形成了一个依据 对不对 我为什么给这个意见呢 我为什么要去 有这样一个意见的给出呢 对不对 它为了形成意见 发表意见 有这样一个依据 有据可查 有据可寻 另外工作底稿是连接 审计工作的纽带 那我问大家 咱们之前讲过的审计组 有组长 里面有审计组的成员 成员之间工作 是不是有互相利用 那么你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他会去对整个审计工作 各个项目组 有一种连接的纽带 信息的一个传递 对不对 好 再者工作底稿 是控制审计工作质量的手段 记不记得 孙老师给大家调侃 我说 这个问题你学会了吗 这个问题你如果没学会 你过来问 或者上课你没听讲 打开你的笔记 让我一看 好吗 被干净 比脸还干净 那你就没上课听讲 这是你学习质量的一个体现 那你的审计工作做的怎么样 那么也是通过工作底稿来呈现 它呢 是我们控制工作的质量的一个手段 还有呢 明确责任考核审计人依据 对不对 我这辈子都记得啊 我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请了假 后来回到所里面 刚好就赶上了我们年审的归档 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小组的底稿 做的没有按照事务所的规矩 结果扣了技巧工资的 当院的工资可低可低了 那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他明确责任 对我们的人员进行考核 绩效评价 看什么 看工作底稿 因为工作底稿能证明你做了什么 对不对 他有这些质量和要求的 另外 其实在我们看来 工作底稿能够为我们的审计人员 去证明你做了什么程序 拿了什么证据 能够自证清白 所以他其实是当我们在进行行政诉讼 行政复义时 重要的佐证资料 看到了吗 重要的佐证资料 所以针对于这个地方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这个被审单位甲方 甲方出问题了 我怎么证明我自己清白 对不对 如果说遇到了政府审计 政府行政机关 他们可能有行政诉讼 行政服役 这些资料 这些证据都在我们这儿 有所体现 对不对 好 另外 审计工作底稿是总结 审计工作和进行审计理论研究的资料 虽然你发现了 咱们做了那么多项目 底稿中有做记录 做了什么程序 有什么结论 分析呀 整个的都会为我们审计的发展 审计的一些理论 作为资料补充 为我们事务所做的案例 作为一些研究 那都起到了一个充实的资料的作用 所以总之啊 就是这儿你读一读 就是夸工作底稿作用非常好 然后呢 夸完了 让大家干嘛呀 重视工作底稿的编制 所以就是跟大家这些 未来有机会从事到审计人员 或者在我们的相关的审计机关 有座审计人员 就告诉你们 底稿好好写 底稿重要 底稿作用非常的明显 就这个意思啊 好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来来看单选题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 讲这些就都不是背的 它其实就是考那种 关于什么什么的说法 对不对 那你看 下列有关工作底稿的表述说法中 错误的是 关于工作底稿的表述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工作底稿是控制 审计工作质量的手段 对呀 做质量的把控 B 工作底稿可以作为明确责任的依据 C 工作底稿应当真实 完整的反映审计的全过程 刚才说了 对你做的程序 对吧 拿到的证据 包括其实形成的结论 都要记录在底稿当中 那就是全过程 所以这都是对的 再来看4D 说工作底稿是注册外师 审计收费的基础 这不对 但凡你前面张杰跟我学了 工作底稿是咱们事务所的 我证明我干了什么 而且刚才也说了 工作底稿是作为我们事务所里面 搞研究 做这些研究的一些 这个研究资料 那你能把咱们研究资料 拿给别人去看吗 你看啊 我收你100万 我收你200万 这收费是有依据的 工作底稿都写的呢 这个工作底稿 你不拿给别人去看呢 甚至包括我们在实物当中 给大家多讲一点 别人想看底稿 别人想看底稿 那我不一定给的 我作为我们的事务所 我们是有自主权的 因为底稿是属于我们事务所 按底稿属于我们审计机关 我们不一定给到你的 所以说并不能够作为收费的基础 对不对 所以谁是错的 答案就是此地 而工作底稿 是我们质量的把控 责任的明确 对不对 哎 还有为我们的未来 做一些调研研究 但是他不会跟收费挂钩 知道吗 他与收费不相关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考试的考题 总有一些你没有见过 总有一些你没有见过 但到底他跟收费有没有关系 就靠你对工作底稿 含义的一个理解了 同学们清楚了吗 所以这就需要大家 对工作底稿的含义 深层次去理解 理解到位了 你就能够迅速的排除掉 那个错误的选项 所以这真的不是背的 懂吗 各位 不要去死记硬背 好 来 接着我们再看 质点二 伴随质点二 工作底稿的什么 分类 爱工作底稿的分类 所以工作底稿在前面 刚才我们介绍了 那么的重要 对不对 得好好编制 得好好编制 而工作底稿 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什么 合理的分类 这样的话呢 才其实会有利于我们 规范工作底稿的 编制 审核 使用的工作 所以先要给它做一个很好的分类 而那么我们往往是按照工作底稿的内容不同 那将其分为调查了解的执行措施的和重要管理的事项记录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考的比较偏 只有在审计师中是有的 像我讲了很多的 CPA的内审的课程都讲过 这个地方只有审计师有 就是针对工作底稿内容 有调查了解记录 有执行审计措施 还有重要的管理事项记录 那么在这里面 考试中就会给到大家什么 听着啊 A B C D 这是咱们特有的考法 给到大家A B C D 问谁是那个调查了解记录的 谁是那个我们说的执行措施的 谁是重要管理事项的 所以大家就要做区分 好 怎么区分 结合着咱们前面讲过的 说工作底稿这么灵活 那你也不可能背呀 而且这里面列举了这么多 你再说背也背不下来 知道吗 这里面列举这么多 你背也背不下来 所以说大家要怎么去关注 你要这么去关注 比如说 第一个调查了解记录 调查了解记录 它往往是什么 往往是审计组在编制 审计实施方案之前 你看调查了解 往往是之前 所以说在你实施方案之前 在做方案之前 我们应当对调查了解的 被审单位的相关情况 做一个记录 所以你看 我要去了解 被审单位相关情况 然后呢 我要对这个重要的问题 做可行性的评估 做可行性的评估 是不是也是在前期调研了解的 对不对 还有呢 确定审计事项 以及审计应对措施 你注意一个措辞 它是确定 就是决定我要做什么 我决定要做什么 它也是在之前 在方案实施之前 它就是在做之前 要干的事 对不对 做之前要干的事 所以你看 了解 调研 评估 包括我们去确定方案 那没有实施方案 这都属于调查 了解 记录的 相关的提告 对不对 所以这叫做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之前 好 然后另外呢 像我们说到的 执行审计措施的记录 执行审计措施记录 那咱记的是什么 记得是 审计人员 依据审计实施方案 执行 审计措施的活动 真的去执行了 真的去做了 对不对 真的执行 真的去做了 所以你会发现 真的执行去做了 那么我们审计人员 对实施方案 每一个事项 你实施怎么做的呀 实施做了什么呀 对不对 怎么做的 实施做了什么 均应当编制工作提告 而另外呢 你要知道 一件事 可能根据需要 编制多份 而在我们的 国家审计准则中 那么工作提告 专职此处 所以你小心了 国家审计准则中 针对于工作提告 它专门是针对着什么 针对着 执行审计措施的记录 对不对 那么与调查了解记录 重要管理事项记录 统称为审计记录 所以在这里面要区分了 如果人家问国家审计 国家审计的底稿 重点的底稿指的是什么 底稿指的是执行措施的 这叫底稿 那它的调查了解 它的重要事项 不叫底稿 加上底稿 共通称之为审计记录 所以这一条 如果人家考到了 毕竟咱们这本书说了三大领域 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国家审计 对不对 需要大家重点关注是国家审计 所以说呢 你要去关注 你要去看 所以这种细节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考试频率不高 所以刚才我标了一颗星 但是如果考到了 你恐怕如果一点都不知道 蒙啊猜啊 这个概率就会低了 蒙啊猜啊就容易错 这非常容易错的 所以大家要清楚 谁是钱的 谁是执行的 措施执行 方案执行 所以你要记住 措施执行 对吧 措施执行 包括我们各种的方案执行 这都是第二块 执行审计措施的记录 对不对 而那么我们的国家审计 特指就这一块 就只只这一块了 别的呢都叫做记录 不叫低稿 好 再者像重要管理事项的记录 重要管理事项记录 那就是减着我们在 审计事项相关的 对结论有重要影响的事 哎呦有重要影响的事 所以由此可见 还有一个潜台词的考核 底稿真的是都要记吗 都要叫事事事无巨细的 面面巨大都记吗 也不是 你要知道 底稿作用虽然多 底稿非常重要 对不对 但是底稿你也不是 事无巨细都要记 我们叫做重要的管理事项记录 对不对 重要的 并不是说 啊我把它都写下来 看也看不过来 对不对 不是都要去写 所以是重要的 清楚了 好了 所以刚才的支点二 是一颗星 他没有最近考过 但是我跟你这样讲 只要他考过 估计大概率时间都会失分 所以说呢 给大家做一个叮嘱 让大家关注一下 好 那真正的在我们第三节中的高频考点是谁呢 那真正的 对于第三节的高频考点 是工作底稿的要素和编制要求 就是说工作底稿的要素都有哪些 当然刚才我在给大家导入的时候 我说了什么 我说了工作底稿就像大家记的笔记是一样的 对不对 哎 跟你记的笔记是一样的 那记笔记 每个人记的笔记都一样吗 比如说你们都是听孙老师讲课 来微博上给我晒一晒 看看你记的笔记 每个人记的笔记是不一样的 但是 每个人每个人特色 对不对 每个人有基础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底稿当中 每个人记的具体内容不一样 可有一些就是最最主要的要素 大家都会有记的相通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这指的什么呢 像项目的名称 比如你审的是什么 哎 项目名称 审计事项的名称 哪个项目 先要写清楚 比如说我们是 哎 什么什么专项审计 专项审计中呢 关于什么呀 货币资金的 你看 什么项目货币资金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事项的名称 然后再者 过程和结论 怎么做的 形成什么结论 这就是工作提高 它必须具备的要素 当然 在你介绍过程和结论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这么说的 你过程和结论 有人就执行的很细致 有人记得很细致 有人呢 就比较粗略 比较简单 所以呢 我们会要在这个过程和结论 过程和结论当中 我们会要把这个 整个做的步骤和方法 然后取得证据的名称来源 证据怎么来的 认定的事实 还有摘要 结论 标准 形成记录 所以呢 这个地方怎么考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地方 可能会考到选择题 ABCD 落出来 问谁是底稿中的要素 就是谁会写在底稿当中 谁会构成底稿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你要清楚 底稿的要素 包括什么 它也不是死基因被了 再者呢 还有这些人员的姓名 编制的日期签名 而底稿要经过审核 审核的姓名 签名 包括底稿会有索引 页号 什么叫索引呢 其实在我的讲义当中 我做了很多 类似于索引的地方 比如说 我做了支点链接 就讲着讲着来 链到那边去 这就是索引 在底稿当中 你看着看着 看到哎呀 这儿没了 跟那边有联系 互相有接见 那我就要看那边的 这个底稿的能容 它就有个索引 再有 还有一个附件的数量 就是要附一些证据的材料 对吧 因为底稿 毕竟呢 不能有那么多 所以附了一些材料 这也属于底稿 所以大家看到了 这个如果考到选择题 底稿的要素有哪些 当然我觉得 其实没有必要去背啊 你就去识别一下 因为我有一个 很好的技巧 刚才也说了 工作底稿中 记录的是 我们的审计的程序 拿到的证据 形成了结论 所以你想想 程序证据结论 那不就是跟项目有关 然后整个的步骤 做了什么 然后再者明确 以责任 因为有个责任界定 有个绩效考核 有责任界定 绩效考核 那么就会有责任人 签名 还有人审核 对不对 然后如果有很多的话 付一些数量 所以这个地方多看一看 其实偶尔考到 你也不需要背 当然你要知道啊 这个证据的材料 应当是作为调查了解 还有底稿的附件 就可能会有这个 它对应有很多 对应呢 我就附在后面 可以将我们的这个 附在其最密切的 就这么说吧 你可能这些资料 可能会跟某一个相关 因为刚才我也提过 建立了索引 那你可以互相借鉴去看 但是资料只有一份 那你附在谁的后面呢 资料只有一份 你附在什么 附在最密切相关的 这个记录后面 然后并且在其他地方 予以著名 对不对 所以说 那包括 我们在讲课文中 这跟他有链接 行了 那我放在最该讲的地方 去讲 像刚才讲证据的时候 在上一节 就提到了有底稿 那更多的 在底稿中去讲啊 那我在证据中就没有提啊 我就带一句话就过去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更多的去关注谁啊 更加关注的是我们 现在底稿中讲的第三节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 没有必要背 所以很多同学 随着课程的推进 那就会问到我 老师要不要背 有些要背 像我给你编成口诀的 标了记忆的 让大家去背的 那你要背 这个要素 你清楚就好 明白吗 还是要更多的去理解 好 再者 工作底稿的编制要求 其实随着刚才我给大家讲 关于工作底稿 我就在不断的给大家介绍 编制要求 怎么说 你工作底稿中 要做内容的记录 对不对 那你要做内容的记录 怎么样 要完整 要真实 要突出重点 对不对 完整真实 突出重点 再有呢 你在底稿中要写什么呀 观点明确 条理清楚 用词恰当 字迹清晰 格式规范 我问你 这要背吗 这真的不是背的 对不对 这真的不是背的 我就问你 人家说 哎呀 那条理混乱 你能说它是对的吗 再说出一人 也不可能那么出啊 对不对 那个格式规范 自己清晰 还有第三条 就刚才提到的 这个底稿 底稿 底稿之间 它互相会有勾计关系 底稿和底稿之间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看啊 咱们做分路 借 应收账款 未来会讲 带 有这个什么呢 营业收入 因为我一般会写报表项目 借应收账款 带营业收入 那我对营业收入 做了程序 那也能够为 应收账款证明啊 那我就不用去说 都去查 我做一份 就能够拿到 相应的证据 它之间是有 清晰的逻辑关系的 所以针对于 这种清晰的逻辑关系 那么当我们 相互引用 互相借鉴的时候 就给它做一个交叉 所以把内在的 勾计关系 介绍清楚了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说 哎呀 好再者呢 像编制底稿 它所附的 重要的证据材料 应当由提供 证据的人员 签字盖章 所以刚才我说了 这是一种责任的明确 对不对 如果你是很重要的证据 那相关人员提供的 那相关人员在上面签字 然后如果说 你这个底稿的编写人员 编写人员要签名盖章 所以刚才 底稿的编写人员 要签名盖章 然后谁复合的 复合人员签名盖章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晰了 总而言之 其实我觉得 总而言之这句话 是可以考的 前面这些要求 大家都清楚 对不对 那总而言之什么呢 总而言之 审计人员编制的工作地稿 应当使未曾接触 该业务的 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按其他审计人员 能够理解其执行的措施 获取的证据 做出的职业判断 和得出的结论 那什么意思呀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滴稿写的清楚 写的明白 那相关的人员 他不是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人 像我们考试考过单选 就是问 谁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那不是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人 来你看看我的滴稿 那这不跟你们有的同学是一样的 纯小白没有学过 那你就不叫有经验专业人士 最起码你懂点审计 懂点会计 对被审单位的情况 相关的环境 行业有点了解 所以那我把我编的滴稿 拿到你这一看 就算你没干过这件事 但你能够看到明明白白 看得清清楚楚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了 你滴稿写的非常的清晰 就能让那些没有参与到项目人员 能够清楚的看到 我们做的措施 清楚的看到 我们拿到的证据 清楚看到 咱们得出的结论 做出的职业判断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 如果说编制要求 如果说编制要求 那就应该是这样的 是未曾接触 审计的 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清楚的了解到 爱做的程序 拿到证据 形成了结论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编制要求 好 再者 刚才提到了有审核 其实工作低稿 从哪能看出来 它是要审核的呢 各位 刚才我们讲了 工作低稿有那么多的作用 对不对 工作低稿有那么多作用 那么重要 要不要审核呀 要审核 对不对 其实呢 像刚才 我一直拿这个 记笔记这个事 来做举例 那我怎么知道 你们记的笔记呀 那不就是我要让 看一看 我经常会让同学 晒一晒笔记 我会说 哎呀你看张三 写的特别好 这样 条理特别清晰 你看李四那个 就练字了 他把那所有的 都抄下来了 所以其实 底稿也是这样的 你底稿写的好不好 要审核 那好了 这个考核的小考点 在于什么 他就跟咱们这个整个 审计流程有关系了 审计组 起草 报告之前 审计组 组长 应当对 底稿的事项 进行什么 审核 所以等于说 这一点 你不能光知道 说 哎呀我要审核 还要注重细节 什么时候审核 您要在 审计组 起草报告之前 就在工作完成之前 在审计组长 要进行复合 要进行审核 对不对 所以说 谁 什么时间 对不对 谁什么时间 就是我们的审计组的组长 因为他这个整个小组的负责人嘛 他要对工作地稿进行审核 对不对 那审核什么呢 审核目标 实现了吗 措施执行了吗 事实清楚了吗 证据充分适当了吗 你的结论和标准是否适当 以及重要的事项 所以说直白点 就是你审核一遍 那目标达到了 措施都执行了 拿到充分商证据 事实也清楚了 那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了 发表意见 出具报告了 同学们懂吗 所以等于说 如果说你审核下来 审核的都做到了 都OK了 那行了 发表意见 出具报告 完成工作 按流程办事 但如果说不OK 对不OK 不OK就是 我不够有效 不够清楚 不够充分 那我该追加 追加 不要苍茫之间 就出报告 对不对 他也是对大家负责呀 所以其实 这属于流程的环节 所以他搭配的工作地稿 你记得我前面 给你讲过流程的环节吗 对不对 什么起草 什么审理 对不对 然后报告 我们讲过的 所以他等于说 在结合的地稿 那我们要在整个报告出去之前 要对地稿进行复合 对不对 好 再者 那么审计组长 审核审计工作地稿 应当根据不同情况 分别提出下来意见 所以刚才就说 OK不OK OK OK叫什么 OK叫予以认可 OK叫予以认可 不OK呢 不OK就是不够 责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获取冲犯证据 对不对 再者 那还有一个不OK 叫做纠正 责承纠正 不恰当的审计结论 对不对 责承纠正 不恰当的结论 所以你会发现 那你OK了 就可以往下做了 不OK 该去纠正纠正 该去追加就追加 总之还是奔着那个结果 奔着那个好的结果去做的 奔着那个发表意见数据报告 完成工作去做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你看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询问了另外两个考点 那你看考试的真题 还是考的 关于什么什么说法 但是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这一节 它至少出一道题 就是把所有我们讲过的 工作递告的说法 融合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了 下列关于审计工作递告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工作递告是控制质量的手段 这是考点1中介绍的 B 工作递告是明确责任的依据 编制报告的依据 然后你看 4D 这不就是搭着一起考了吗 所以这种考题 是整个这一节 它的一个核心考点 非重大事项 不需要审核 不对吧 需要审核 在出报告之前 都要进行审核 所以答案是4D 所以你发现了 像这样的考题 它的面就很广了 所以它就是把这一节当中的 三个支点串联在一起了 你们看 所以说工作递告 重要不重要 从这来看不重要 但是它毕竟也是审核工作中 非常重要内容呢 好了 那咱们的第五章就介绍完了 同学们 第五章介绍完了之后 你发现 第五章是不是有很多东西 比较结合于实物 要结合着实物 来进行理解 所以在讲课当中 我讲了很多的案例 让大家理解 而且通过第五章的学习 你也发现了 考题是非常灵活的 它不跟前四章一样 前四章很多的是背诵 这儿没有太多的背诵 更多的是让大家进行一个理解 理解性的学习 对不对 好 当然也有一个好消息啊 我的书在路上 也就是说 我明天应该能够拿到 2022年的 真的是新教材 太晚了 没办法 那么从下一章 第六章开始 孙老师将按照最新的教材 来给大家讲解第六章 那到底呢 前五章的变化是如何的呢 我实时的会给大家 第一时间整理完 如果变动很大 然后我会给大家 及时的补充以及讲解 也就是说 我会给大家录制一讲 新教材的变化情况 当然如果说 它变动很大的情况下 前面那些质点 会来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替换 做一些补充讲解 也就是告诉大家 从下一章第六章开始 我们用新教材 新的考纲 按照2022年 新的考试要求 来新的学习 终于盼来了新的网课 好了 同学们 也辛苦的等待 终于等来了教材 所以呢 咱们先按照 前五章学习完 前五章也讲到15部分 你也最起码 对审计有了充分的认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专项演练一下 2020的专门的 一个考试的方向啊 好了 第五章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